表单如果做完之后,很多事情就一劳永异 上个礼拜自动输入跟这礼拜的表单输入 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企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真的经常做的工作里面 不是真的正常输入,大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检查资料 或者是在想要怎么样把有些资料 怎么样把它正规化,变成合理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为什么会有这问题,因为你前端没有控管 后面要花更多时间去解决因为前端没有控管的这种问题发生 因为其实就很多企业啦,甚至很多企业甚至找我帮忙 怎么样呢,帮他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两岸三地 或者是跨不同区域,那每个地区或每个单位 就自己在以身有输入了一堆东西 虽然每个看起来都好像很接近 但是实际上里面的资料都不一样 那他要把所有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就发现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问题一箩筐,什么可能都有发生 而且你想象不到的,使用者他所会做的事情 你想不到的哦,真的都会发生 像什么全形半形,要不然就是多个控法 要不然什么都可能啦 那所以哦,假如说呢,你能够在前端已经控管好 后面这些问题就绝对不会发生 比如说像我们上礼拜讲的,你可以保护嘛 啊,他不能动,所以他就只能照着输入 还有很多自动带出来了,所以他也不会乱打一些有的没,他不知道就乱打 然后乱打你也把它记下去,那这就产生后续的问题 要不然就是用表单去控制他 所以我之前讲过啦,其实你只要用的表单控制前端使用者输入这个问题 后面其实真的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那这个实际上的案例啊,在很多公司都已经看到那个成效了 真的,做完之后很多公司说,哇,这太好了 以后呢,再也不用去为了什么,要去检查错误这件事情加班 很多时候呢,为了检查错误,可能花的时间比输入的时间还更多 对,那导物为什么你刚开始不先想好呢?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啊,所以你现在学会表单 这时候的话,说不定你自己假如要给其他人帮你输入啦 像客户端啊,或者是什么经销商等等的 像之前的同学有很多经销商,给他一个表单 以前没有啦,给他一个esail叫他输入,输入完回来又惨不忍睹 给他一个表单之后,再也不会需要花时间去检查错误了 所以这个当然提供了个参考啦,这个真的是好用的东西 好,所以呢,最后我们做完之后呢,当然就是 一,这个都正常情况喔,所以还没讲到那个可能不正常的情况发生 但是后面就是要防呆了,按确定自动就输入了 好,那不过会有个问题发生,什么问题呢? 当然,这后面有很多衍生性的防呆啦,我们可能比较遇到最多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原始资料 按个砍措键好了,我先复制一个一样的喔 然后可能一种情况,砍措需的向右向下 如果呢,诶,先把这些,如果这个这个里面的本身是什么呢?本身喔,是完全空的 那完全空的你会发生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 你如果按确定之后,第一个,向下追踪,会发生什么事呢? A1Ctrl向下,诶,10485C喔,再加1 也没有啦,10485C,最后了你再加1,那他会告诉你错误 我忘了怎么错误了,反正他跟你讲说已经超过那个数量喔 所以这怎么办?诶,要解决嘛 所以其实后续大家很多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你就要去把那些问题memo起来 然后逐一个去解决 如果你这些问题喔,都memo,而且都解决的话 我想你这个系统喔,基本上就无敌了 就不会有错了,不会有错的话呢,你就会非常轻松了 真的,你就很多事情就是都Under Control了 什么事情,你就感觉好像感觉都在掌握之中 没有人会来烦你了 而且呢,你的工作就非常的轻松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设计出来的 感觉你就创造一个,这什么 好像那个地方公司没有你也不行 因为这你设计出来的嘛,对不对 只有你知道,而且还记得喔 你要把那个VBA怎么样,程式要锁起来 对不对喔,不然这样老板如果打开看到 他可以找一个人取代你 对不对,因为他想说你的薪水比较高 找一个刚退伍的,对不对 便宜,对不对,而且也上过VBA的课 对不对,你那么贵,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锁起来,装傻 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你要怎么去解决 如果完全是空白的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吗 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要加一个逻辑 所以呢,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 你就要想到用逻辑判断去解决 那逻辑判断我的习惯这样 我想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我的习惯这样 判断一下 这个储存格里面是不是空的 因为如果编号里面是空的 那后面应该是空的啦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逻辑是if range 什么呢,哪一个储存格 A2嘛,所以你就打一个双引号A2 等于没有 then 那就怎么样呢 那你这个R就要从第二列开始 输入嘛 R等于2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是R等于2 OK 那反之的话呢 else 才是怎么样呢 这个东西 OK 然后end if 这个是第一个 我如果判断说 假如他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我R等于2 反之的话呢 才是去向下追踪 OK 所以如果说编号有一个的话 那后面还有哪些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不OK吧 这个的话可能就 因为我们是追上面一个 可是如果第一次也是空的话 所以你可以把什么 把上面这个 这个逻辑有没有 Ctrl C 放到这边来 有没有 那一样嘛 判断一下是不是空的 如果他是空的 那我就是 这个 这个地方输出 这个输出的 这个搬到这边来 else是这个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呢 直接就把它变什么 干脆就是 这个就1好了 001就好了 直接输出1 让他格式化成001就可以 或者干脆更简单 直接怎么样 0001就好了 OK 直接把0001输出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解决了 OK 所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假如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不确定的话 设一个中断点 执行一下 那假如说他是第一个 那我输入CD50片 然后地区的话是这个 按确定 那刚刚如果没有防呆的话 那就完蛋了 就bug了 现在有没有防呆 现在有 A2是不是空的 是 所以R等于2 这个时候的话取消保护 然后把资料输进去 没错可以输入了 编号部分的话呢 也一样怎么样 先把它格式化成文字 再输入什么呢 0001 有没有 好 这样的话呢 就输入一笔了 可是你想说 那如果再输入一笔 会不会正确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这边 change 让他跑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输入60个 那地区换一下 确定 那这个时候A2是不是空了 不是 所以抓到最下面一列 A1向下追踪 A1向下 2嘛 2加1 变3 OK 变3 这个时候就跑这个 然后一样分别把资料 放进去 格式化 那会不会跑这个 0001呢 不会 会跑这个 上一个 0001加1 变2 输出 0002 OK 好 所以完成 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 假如 一种情境 什么呢 如果 这一个 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里面 完全空的 那就可以用 range A2去判断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我想到了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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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